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個特區政府 又再推出一些不知所謂的防疫新措施出台 在今天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宣佈 將會為本地感染無費的確診市民 提供一筆過的五千元津貼 他就解釋說這一筆津貼 是為了鼓勵市民去接受檢測 不希望市民因為擔心生計的問題 怕做完檢測後發現確診 然後就搜尋口庭作為出發點 另外他還說這一筆的五千元津貼 是不需要經過資產審查的 實情我認為 特區政府搞完這些津貼 就是寫本續末 所有人都知道要有效地控制疫情 一定就是要從源頭著手 來導致病毒入境 這次香港出現第四波的爆發 很明顯就是在免檢入境出現了流動 根據NOW新聞台所說 香港的本地個案 從10月開始 涉及了一個新的病毒株 那些基因排序 跟尼泊爾的個案相似 而且人家翻查了9月至11月的輸入個案 有39人就是從尼泊爾抵港 當中有17人確診的時候 就已經離開了機場 進入了社區檢疫 糟了 走到流亡之餘 走禁一半 另外 今個星期還有一名30歲的女子 從尼泊爾抵達香港之後 一天才確診 期間就住在紅磡的都匯軒 屬於 豁免檢疫人士 尼泊爾駐香港的領事館就承認 是有職員檢測結果陽性的 這些就是特權分子 特區政府都不知道怎麼來制定免檢範圍 現在明顯地就是太過寬鬆 你說有些特殊工種 比如說 中港跨境貨櫃車司機 你只是要求他做完檢測 回來不需要檢測14天 這是可以理解的 否則沒有人願意做這些工作 你拿完運一次貨就檢測14天 這是不切實際 問題就是現在這些什麼外交人員 你用不需要給他免檢 對不對 而且他來香港之前 他在當地有沒有做檢測 當地有沒有做檢測 你只是看看 在今年年中的時候 澳門那些政府官員來香港 向何鴻生博士送的最後一程 人家回去的時候都要搶檢14天 沒有走雞 我認為人家這樣做就公道了 你特區政府是不是要考慮效法一下 還有一件事 那些記者都有問到他 就說 你這樣去 委委派5000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是變相 鼓勵了那些人去確診呢 是不是 陳肇始就說 要在公佈細節之後 才會生效 這個津貼 而且 這一筆津貼 就不會鼓勵那些人確診 反而就是要鼓勵大家去做檢測 喂 麻煩你了 陳肇始局長 整天在冷氣房那裏想起這些事情 上一局就已經想到 全日禁堂食 那些奇怪措施了 現在你怎麼能確保得到 那些人是不會 挺而走險 為了5000元去 中招呢 是不是呢 當大家現在發現得到 原來這隻武肺 沒有當初1、2月的時候 大家想像之中 是這麼恐怖的 死亡率又大跌了 而且有些人是無病症的 好自己也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挺而走險 現在在網絡上 那些人就一直在說 是不是呢 你有沒有考慮到這些情況 有些人 他本身都沒有工作的時候 他又覺得 這一局是可以博得過 是不是 賭博的心態 對於那些制定措施的官員來說 5000元就當然是濕濕碎 尤其是對於你陳肇始局長 你日薪一萬 5000元就跌了也不止 問題就是 對於有些人來說 可能是很吸引 如果你制定措施的那班官員 是忽略了這一點的話 分分鐘的後果就是 會不堪設想 我們又翻查一下歷史 在1897年 即是兩個世紀以前 香港就爆發了一場 大規模的鼠疫 為了杜絕鼠疫 時任的港督 威廉羅便臣 他就下令 全港就要發起這個滅鼠運動 當時的港英政府 為了鼓勵市民 參與這一場的滅鼠運動 就懸賞來收購老鼠 每隻老鼠 價值兩至五個先 本來以為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誰不知 有些不法分子 為了來騙這些 懸賞 即是津貼 竟然從廣州 其他地方 不斷捉那些老鼠 賣給港英政府 就搞到香港 鼠患 更加嚴重 你死不死 曾經出現過這些 你現在搞這項 五千元津貼 到底結果會是怎樣 大家善重善討就當然希望 沒問題發生 但是你制定措施的時候 可不可以想得全面一點 還有陳肇始局長說的原因 都不合情理 你說 向所有確診的人士派發 五千元津貼 使他們不用擔心守庭口庭 其實那個梁卓偉教授都即時出來說 他說你這五千元 真的發給那些 守庭口庭的人 最好 我認為他說得對 你至少也要審查一下 到底那個確診者 是不是那些 無業郵民來的 是不是故意為了領取你這五千元津貼 到處亂走 你現在是右派不是右派 分分鐘鼓勵了這些人亂來的 還有 你說擔心什麼 守庭口庭 麻煩你看看現在香港的失業率是升到多少 雖則就說百分之六點多 這個我認為是不能夠反映得到那個全貌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人 根本上是 停薪留職 他說沒有失業 不過沒有薪金 又或者 有很多人根本上是在資 非常之鎮的底薪 幾千元 和失業都是一步之遙 麻煩你特區政府審視一下 這些情況 如果真是擔心市民 口庭口庭 擔心市民受到經濟下行的影響 你特區政府就應該考慮一下 再次傳聞來派錢 告訴你 人家 澳門街政府 不僅派了現金津貼 而且又派消費券 消費券還要派兩鋪 人家又有入錢落公積金 長者又有醫療券 那些大專學生又有 學費補貼 總之 包羅萬有 這些是得證 特區政府要學一下 參考一下 你說派五千元 不知道你是不是 錢太多了 如果是 不如你全民派 是不是 你的錢其實就很多 我們都計算過很多 你的財政儲備加上外匯儲備 多到 洗不完 是不是 現在你還不用 平時沒有東西的時候 就說要積穀房機 現在經濟下行的時候 你又叫人家勒緊褲頭 那你整天都不用洗 那塊錢 是不是 整天擺在這裡 什麼 請問你是 還有 你特區政府 今天就宣佈 說這個什麼五千元津貼 不知道什麼時候實施 但是 你明天就開始說 搞這個什麼 居越的港人 免檢入境 那你當然會讓人想到很多事情 怎麼會在時間點上那麼巧合 你今天宣佈這件事 五千元 明天就放生那些 住在廣東省的香港人 免檢入境 特區政府這個所謂回港二計劃 就怎麼搞呢 初期就說要採取 配額制度 限制每日回港人數 經深圳灣口岸回港的人士名額 就是每日三千個 經港豬澳大橋香港口岸的 就是每日兩千個 申請人在回港十四天之前 就需要 沒有去過香港廣東或者澳門以外的地方 實施你特區政府推動這個什麼 回港二計劃 在社會上都很大爭議 那你搞來幹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單向的免檢 廣東省和澳門都不理睬你 根據NOW新聞台的正程報導 就說人家打聽得到 大陸有不少省市的領導 對於香港政府都頗有意見 認為他們自己經過幾番努力 才能夠做到清零 香港的不明源頭的個案 就經常出現 但是每天都在喊要求通關 是自私的行為 這個是 撈新聞台說的 喂 有什麼可能 你經常發夢都說要通關 別人不理你 你就單方面都要通 事實上人家不理睬你特區政府 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來 人家就已經 自稱是零個案 零確診 你特區政府 現在搞到 那些本地不明源頭個案 就上升 不要說廣東省不理你 新加坡也不理你 搞什麼旅遊氣泡 你一刀就爆 這個邱騰華局長的報道還說他想去競逐特首的大位 你腳頭也算壞了 第一次已經是壞了 現在延遲兩個禮拜了 現在廣東省人家當然不騷擾你 萬一香港的個案反過來輸入大陸的時候 隨時烏沙不保 第二件事 人家都已經宣佈了零確診那麼久 清零那麼久 萬一跟你通關的時候 無厘頭有些來港的旅客又說他是確診的 那他怎樣解釋 在科學上很難解釋 那些省市的領導 上面還有領導人 是不是先不跟你林鄭月娥 搞到香港這樣 天翻地覆都還可以繼續 安然無恙 所以廣東省政府和澳門政府 不理睬你特區政府 是有原因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事實上你特區政府 就是律己以寬就律人以嚴 是不是 經常說限制市民做這個做這個 根本上是多什麼 究竟是市民做的行為 令到疫情擴散 還是 特區政府在源頭把關做得不好 不斷放生 那些免檢的人入境 搞到 那些市民是出事 必須要搞清楚 原因 是不是 是不是那些市民走到酒店 玩什麼 staycation 是出事 又不見台灣有事 台灣沒有這些 台灣就開演唱會 是不是 台灣的人都出來了 那些日常生活 人家就是把關做得好 人家是把關 你也是把屁 那你這個疫情 你想搞到什麼時候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